怎么办呢 怎么办 哥 哥 怎么了 有事了 女方人又来找大公 然后我爸跟我回来 想把他们拦在外面 结果当场就被欺缘过去了 怎么叫也叫不行 赶紧送医院呢 我已经送了 现在我也找不着大公 我只好来找你们 你先别慌 你听我讲 先 我身上有钱 你赶紧吧 别废话了 带我走 今天那全白暑了 周朗有点灵呢 再去给我暑暑 剩多少 幸亏你们送来得及时 否则 脑酸形成血管破裂 就不太好事了 老人家以前受过什么伤吗 受过 我们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儿子 他醒了以后 不要刺激他 仔细观察 让他慢慢地恢复 行行行行 保护 包口 你不吹口 我是 不用口 爸 爸 你没事吧 不出口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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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出这么多汗 叔 醒了 做做梦了 啊 是不是做做梦了 做梦了 做梦了 来 来来来 我怎么在这儿啊 冷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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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我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跟你讲啊 你着急上火 人家医生都讲了 送来晚一点 你这里面就出血了 喝醉了 这就这样了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刚才真的做了一个梦了 梦见我们 教堂帮你们是 刚出一个村口 后面就来了一群人举着火把 拿着砍刀 向我们追杀过来 是不依不饶的 说是他们喊着 说我们这个糖是苦的 假的是苦的 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 他们要追 要杀我们 有哪 哪换苦苦 苦糖 糖都是甜蛋 我们那里的糖是最甜的了 我们就跑 跑不跑 我们就跑到一个山头上 我 他们还要 还要干 我就抱着火担 喊了一句不哭 然后就 跳下去了 等等等等 你说我们 我们俏囔帮了 能做这么黑心不要脸的事情吗 滅吧 我告诉ara 那个大光主着哪去 大光 好 那我呢 没找着吧 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家里那点钱 全非要带跑了 不着急啊 不着急 不着急的 乔军 你出去一下吧 出去吧 我知道陈大光 早晚是要出事的 你现在明白了 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俩 那是乔军 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好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的事了 当他们这个家算上完了 你要帮着你妹一下 翘虎一直就是我妹 他跟达冠这么多年来 一直也没什么事 但是乔冠是一个 没见过世面的 也没有住屋倩的人 我现在最不放弃的就是他 你干什么呢 这些年 你走到哪里 我都是 知道你的消息 一直打听着你 乔工 李树姐 怎么样了 我爸醒了 我哥在照顾他 醒过来就好 李树姐 大公子 明天陪你一起找找点妈 没事的 都会过去的 爸 那我去 旁边家吃的 行 没事的 爸 叔做了这么多年的 鸡毛剑的 剑的师妹也多了 那这个陈大光 他就是个立不起来的鸡毛剑的 因为他没有个人 那骆语柱 他算是有个人 但是我话在这说明了 有他 飞不高 因为 因为他这个人太重了 叔 我们讲别的事情 讲得好好的 你这讲他干吗呢 你没听到村里人这么议论呢 他这个人哪 说嫁就嫁了一个男人 还带了个儿子回来 人家不要过自己的日子的 人家不要活下来的 老师 这是 就算是不重要 但重要的他这个人心情太高 他心情很高的 你知道吧 他在镇上守着你这几年的时候 我了解他 他是一个能把人贩子卖掉的人 他能把这个女人都把人贩子都卖了 你说你能跟他好过好日子吗 有了他 有了他 他就是横在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坎 一个坎啊 我们俩之间永远都没有坎的 你这里头生了病了 就不要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了 我们都很好 慢慢都会好 我哪儿有病啊 我没有病 试试这个 试试啊 在试试